说起李玉刚,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拍的新贵妃醉酒,男女音混唱。 声音变得优雅自然,但李玉刚的人生却更加曲折。 这首歌的旋律,尤其是和范晓宁恋爱六年后,和范晓宁离婚,继续和尚文杰八卦,和一个加拿大富商发生关系并且, 她甚至与乌克兰政要的女儿卓亚结婚九年,虽然大部分都是传闻,但流传得如此神秘, 网友们总是半信半疑,李玉刚也被称为同时代的陈世美,不过是李玉刚真的是这样的人吗? 李玉刚出生于中国东北吉林,由于家境贫寒,李玉刚高中毕业后决定外出打工。 在努力赚钱的路上,李玉刚也逐渐找到了自己想做的工作,一辈子,也就是唱歌, 但那个时候,李玉刚没钱请老师买收音机,然后在这段时间跟着收音机学习各种唱法。 我还学会了在男生和女生之间切换,后来在李玉刚的一场演出中,主办方原本是怎么安排的,跟女歌手一起唱给谁听。 可就在歌手有时没有现身的时候,李玉刚有了主意,他上台完成了男生和女生转换的表演。 这段经历也让李玉刚找到了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,但在当时,这种演技还是小众的。 演出过程中,李玉刚经常被观众白眼和虚声,有时甚至被踢下台。 郁闷的李玉刚甚至想过自杀,但他不应该死,在吐河的时候,被一个乞丐救了起来。 说完,李玉刚跟着乞丐去乞讨,李玉刚真的成了合格的乞丐。 我们在大山的家人让我非常想念他,他受不了他的。 思念,回到家乡,看着父母白发,他知道自己必须为自己的事业做点什么。 于是李玉刚调整心态,白天在音像店打工,在城里当著唱歌手。 晚上的卡拉OK房。 他启航前往卡拉OK市。 当时这首歌在当时很流行,李玉刚被要求和另一个女孩搭档唱这首歌, 但是那个女孩因为一时的事不能来,我现在该怎么办? 第一次去哪里找女歌手? 观众席中的观众也是迫不及待了。 李玉刚决定看有人用两个不同的男人和女人唱整首歌。 这一操作令观众震惊。 最后,李玉刚赢得了很多掌声。 为了节目效果,他还假装是男扮女装。 有些人喜欢他,有些人讨厌他。 李玉刚上台,不少观众问他有没有做过变性手术,这是昨天全场的鱼。 李玉刚不得不放弃自己喜欢的舞台,却赢得了萨克斯风公主范晓宁的爱。 范晓宁出生于音乐世家。 爱意的萨克斯演奏家范晓宁虽然放弃了从小就喜欢的演技,长大后却四处游到。 很巧,范晓宁住在观众席,听到李玉刚唱歌,也许是一见钟情。 两位才华横溢的人在见面后不久就证实了他们的关系。 范晓宁和李玉刚的专业发展让他走出了国门,他得到了出国留学的机会。 李玉刚的海外费用由范晓宁出资,李玉刚带着才华回国。 他登上星光大道,凭借一首开创性的歌曲获得2006年星光大道季军,成为他的演艺事业。 一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,2012年受邀登上央视春晚舞台。 李玉刚强悍的嗓音和男扮女装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,李玉刚的事业达到顶峰,但与女友范晓宁的关系却有所减弱。 李玉刚继续用资源为范晓宁铺路,但还是抵挡不住感情的梳理。 然而,和平分手后,范晓宁在没有爱情纽带的情况下,又回到了流浪之路。 虽然没有爱,其中,对于李玉刚来说,范晓宁不仅是他的贵人,更是他的亲人。 李玉刚成为知名歌手,成为媒体的目标。 有媒体报道称,他已与乌克兰高官的女儿结婚,并育有子女。 大家都说,别人设计的崩塌是渣男放弃了对潘高志的初恋, 就连李玉刚也在网上晒出了混血女孩的照片,表达了对女儿的支持。 不过,他后来澄清并回答说,这是他的干女儿,他已经很多年没有结婚了。 他没有孩子,一直单身。 媒体的嚣张让他比豆鹅还要委屈。 今天,李玉刚继续投身于他心爱的艺术生涯, 也带着住在大山里的家人来到了这座城市, 家人的温馨陪伴让他每天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。 礼貌,欢迎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。